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樂器迷的節目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阿軒 繼續和你們一起介紹電影 因為阿朗我是拍檔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繁忙 所以暫時都會由我做獨腳器 繼續和大家做電影樂器迷的節目 暫時做完這個星期 下星期阿朗應該都會回來 上星期停了 本來是想說理安電影 但因為拍檔不空的關係 所以這星期就跟我們排行的時間 決定今晚講這部 大家在鏡頭都已經看到 今晚會講全購 已經是最暢銷的小說系列 甚至電影系列也是最賣的電影系列之一 當然就是哈利波特的系列 這是哈利波特系列 書由1997年開始 英文版開始推出 電影版由2001年開始一直拍 一切開始 當然就要由這部小說的作者 J.K.Rowling 開始說起 J.K.Rowling 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為什麼這麼說呢 J.K.Rowling 未推出這部哈利波特的小說之前 其實它是一個 本身都可以說是一個 心無分民的單親媽媽 就憑著這本哈利波特的小說 一躍而成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高的 女富豪之一 很少我們會有一個純粹單靠寫作 可以自負的人物 當然因為哈利波特這本小說 不僅僅是說這本書的銷量 電影版權和一些版稅等的收入 亦都令到J.K.Rowling 是盡漲了不少 可以說是變成了黑天鵝賀 一個人物 其實它的故事 亦都可以說是相當有傳奇性的 今晚我們這一集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由2001年的第一集 到2011年的最後一集 《死神的聖物》的下一集 這十年裡面的電影歷程 我想如果我們今晚的聽眾 都有一些是 如果是90後的朋友 也都歡迎你們在留言 講下一些 你對這部電影的一些看法 畢竟其實這十年都是一個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十年裡面 哈利波特跟你走過的這段日子裡面 帶給你一些什麼感覺 亦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講哈利波特這一部電影 當然也真的不可以不說 就是由2001年 他們都只有十至十一二歲左右 我想這幾個歲數 三位演員 Daniel Radcliffe Rupert Green 以及Emma Watson Emma Watson 應該是這麼多個最出名的 雖然是女生 但其實她一直都可以說是 眾人的目光之下 三位演員 由2001年的第一集 《神秘的魔法石》 已經可以說是受人的注視 很多大眾的注視 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因為哈利波特的電影 是每隔一兩年的時間 推出 其實挺有趣的地方就是 當大家每一集 就是一路追星一集 哈利波特的電影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到 其實三位演員 都有不同程度上 高的一些 已經是成長了 即是一集大一點 一集大一點 一集大一點 有一點跟觀眾一同成長的 有這種很微妙的感覺 其實是會有 那當然啦 其實這三位演員 拍完哈利波特這個系列之後 其實他們的友誼的關係 都還是相當之老友的 雖然志向和際遇 也都在拍完哈利波特之後 都覺得 Daniel 都依然是 還有在一些大片裡有演出的 最近如果有大片出的話 應該沒有記錯 就應該是 非常到的第二 就是Now You See Me 2 而Emma Watson 大家都周不時會在網上看到 看到Emma Watson是 為一些弱勢社群 和被欺壓的女性 發聲的一位 都很乖的一個人 其實也是一個 促進平權的人物 而哈利波特這部小說 受歡迎的原因 不單止是對於魔法世界的奇想和奇創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部小說裡面 傳遞著一些普世的價值觀 先講一講 大家都應該很喜歡的 這部小說的人物 就是阿北斯的鄧不利多校長 鄧不利多 如果大家有看哈利波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是一個 典型教科書的一個 人詞的校長 主張一個有教無類的思想 即使不是出生於富貴 或者是純種的巫師 只要是有巫師的血統 應該有一個人人平等的機會 而出生也不應該有貴賤 即在他的思想上 出生不重要 只求你在霍家華之學到的東西 有所成就 已經是很足夠 已經是對於他來說 一個很大的成就 但是有一個很有趣的 其實鄧不利多的思想 其實鄧不利多的思想 有時候也都 周不時有些雜數 你都會發現到 其實如果不是鄧不利多太仁慈的話 真的有可能不會引狼入室 所以這個是一個 挺有趣的想法 其實是 講完鄧不利多之後 當然 講完政派當然要講一下反派 有一個佛地摩的陣形 佛地摩有多好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早期的雜數裡面 大家都知道佛地摩 其實是一個 不可以被提及的名字 只能夠以 the man you know who 或者哪個人的身份 就是一個名字來稱呼他 佛地摩 大家一開始都知道 他是殺害了 Harry Potter 雙親就是爸爸媽媽 亦都是因為佛地摩 哈利波特 要做孤兒仔 亦都是要寄居他那個 很失格的兒章的家庭裡面 佛地摩 主張這個無私血統的純正 甚至乎是會排斥 亦都是會清洗這些麻種 麻種如果大家 都有印象的話 都會知道 麻種就是 他們阿伯爸爸媽媽 都不是巫師出生的 而是他們天生的時候 應該是會有魔法 就是使用魔法的能力 這些就是所謂麻種 還有一些混血的巫師 例如巨人 海格那些 還有一位狼人 和巫師結合的盧平教授 亦都是混血的巫師 這些也是佛地摩的眼中釘想 剷除的一些對象 其實這些都好像佛地摩 sorry 這些都好像以前希特拉時代 就是統治底下的一些 納粹德國的思想 這些優秀的民族論 就是純種的雅利安人 也都是 就是 希特拉伯鼓吹這種思想 就是純種雅利安人 是人類中最優秀的 是的 其他人的民族 其實都是流藝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角色 也在某程度上 也象徵了一種種族主義 而且佛地摩也是一個 很鼓吹這些仇恨思想的人 其實也是 普通兒童和青少年毒物裡面 一些很鮮明的角色的性格 而佛地摩身邊 大家都知道 這一群就是食死人 也是佛地摩的信徒 這一群信徒其實大多數本身 也是出生於一些貴族 或者純種的一些 傳統的無私的家庭 其實 嚴格上來說 這一群人其實都是有好處 就會黏在一起 想拖阿佛地摩的光 而且他們的思想也都是希望 貴族在無私的世界 在魔法世界裡面 是做到優先的地位 為了這種思想 也是不惜和佛地摩一起 作咒為虐 去迫害一些無辜的小孩 這些象徵 其實都是 我想大家如果現在在社會上都打滾了之後 如果再看哈利波特這個故事的話 其實都應該有差不多的一些新童感受 尤其是如果身處於香港這個環境的人 其實都 有時候都會覺得 有些少少相似 其實會是 而且如果要多說少少 可以賴到少少政治 其實呢 魔法部也是一個政治的寫照 其實如果大家有細心地看哈利波特這部小說 如何描述魔法部這個地方 這個部門 其實本來是一個假民主的體系 其實都是一個很 這個魔法部 其實都只有一些特權階級的人 才是可以有管治的權力 但是呢 當阿佛地摩的勢力 是日益地壯大 而魔法部 其實就身為一個 執法和管治的機關 反而就袖手旁觀 甚至乎是協助黑魔王阿佛地摩 去加害一些他們本身 阿佛地摩已經想對付的一些無師 亦都是一幫助索圍的分子 其實呢 政治寓意這些東西 在哈利波特裡面 其實都可以說是看故事的另一個角度 都可以當作一個優惠 作為一個系列的小說 其實當然要看到裡面的主角們和讀者 跟著一個角色一起成長 所以其實在後期的雜數裡面 一些成人世界上高的議題 是有所深化的 其實都是無可厚非的 最重要當然也是 就是向讀者去灌輸一些正確的人生和價值觀 其實呢 如果說到這裡 如果說了太多政治 我都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很悶 不如就說一些情感上高的東西 其實我相信如果說到哈利波特這一部小說的電影都好 其實到最後我都相信大家 也都會對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刮目相看 這個就是石內卜教授 石內卜教授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可以為了自己心愛的人 甚至是這個魔法世界的大義 又不惜犧牲了自己的人生 在哈利波特 就是哈利以為他本身對他的印象也不好 而也都在他面前殺死過鄧不利多 也是一個吃死人的身份 大家都已經是對於石內卜本身的印象 都已經可能差到一個極點 但是呢 到最後居然來了一個大反轉可以說是 石內卜就是不惜 唯一大意是醜人 什麼都做齊了 那又為了什麼呢 也是為了去成就他心愛的女人 他最喜歡的哈利波特 如果大家有看的都知道 哈利波特最終都是選了哈利波特 所以石內卜雖然得不到心目中的女神 但是 依然願意守護著他 也都是在他死的時候 也願意為了Lily去保護哈利波特這個小朋友 那 為了什麼呢 其實不單是為了他自己心愛的人 也都是希望可以戰勝這個 希望哈利波特可以戰勝佛地魔 為了這個魔法世界 是可以帶來和平的 那其實呢 都聽過有些人 難聽一點 難聽一點 難聽一點的說一句 有些人都說 石內卜其實是 嚴格實在是做兵的 那 這個角度 大家認不認同 就見仁見智 但是呢 石內卜這個角色的一份 有份高尚的情操呢 其實都 沒有什麼人會不佩服的 的確是 那 那 這些 這些情感上的東西 其實 JK羅林 在這一部小說裡面 其實都放了很多自己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寫照下去 那 也都要講一講 就是 裡面有一個角色 其實 也都是JK羅林 未寫哈利波特之前 就是一些人生的經歷 就是作為一個影射 一些投射在裡面 那 那說的是 就是 芝加班監獄的獄卒 吹狂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大家記得 吹狂魔這些獄卒 都知道 吹狂魔是會吸走 他們目標的快樂 為他們帶來一些恐懼 其實 JK羅林 在未寫完哈利波特第一集之前 他們第一任奔恩 其實是過得很不愉快 甚至乎遇到一些家暴的問題 JK羅林 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也患了抑鬱症 其實 吹狂魔 其實就是 JK羅林 特意 寫下去 其實也是 影射他 當時有 抑鬱症的一個 狀態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抑鬱症的話 那個 症狀會是怎樣 其實跟吹狂魔 那個特性 都非常相似 但是 JK羅林 對於 兒童和青少年 都有一個寄語 就是 面對困難 和恐懼 要 如何面對 如何 學會如何 和這些困難 和恐懼 共存 如何面對 如何對付 吹狂魔的方法 其實大家也是 可以看一看 第三集 其實有一個 咒語是可以 驅逐這個 吹狂魔 這個也是 一些 比較情感上高的 一些細節 當然 那麼多集 黑魔王的 一個醞釀 當然 到最後一集 當然是有 終極的大戰 也都當然 邪不能勝正 其實 其實《死神的生物》本書 未出之前 其實很多人都在預測 哈利波特 是會和 佛地摩 是會同歸於盡 但是 當然 這個 作為 兒童毒物的話 其實都 有一個 Happy Ending 也是一個 無可厚非的事 不知道大家 看哈利波特 這一部電影 或者小說 去到最後這一段落的時候 會不會有少許感慨呢 就是 自己都追了這麼多年的一部小說 終於來到這裡 是一個尾聲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少許感慨的感覺 尤其是電影到最後 最後一段 就是 說十九年之後 哈利和榮恩妙禮 帶著他們自己的後代 回到九有四分之三的月台 九有四分之三 大家都知道 要穿過牆牆才能進去 那 他們的小朋友 也都 夠清了 也都需要他們自己去踏上 這個自己的魔幻旅程 那其實 不單止是 哈利波特 他們劇裡面的角色 就是 要 面對他們下一代 就是 離開自己 要去找自己新的旅途 的一份感慨 其實 也是 觀作讀者 他們對於自己的一個童年回憶 也是在這個時候 畫上一個句號 其實這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個歷程 所以 其實這十年裡面的哈利波特 我不知道大家 我不知道 這部電影為大家 帶來了一些 什麼的 一些什麼的 感覺 感觸 但是 其實作為一部 差不多十年的一部 大家都追了十年的一部作品 其實 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個歷程 所以 如果大家 都有一些 特別的感受 都可以留言 跟他們說一下 我們 現在 講完這個 哈利波特的 電影系列之後 我們 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 將會講 現在上映的 怪獸與它們的產地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們今晚樂氣迷的時間 剛剛我們 那一節 說了 這麼多集 哈利波特電影系列的 小細節之後 我們 不如 現在 說回 為什麼會講哈利波特 這個系列 當然 現在 現正上映的 一部新戲 也 值得 要講一講 就是 哈利波特的一部外傳的故事電影 這部就是 《怪獸與它們的產地》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這部電影 為什麼會有這個由來呢 其實 《怪獸與它們的產地》 這本書 即是在哈利波特的小說裡面 出現的這本書 其實就是 哈利在 在霍格華茲學校裡面 上一個奇獸自育學的 學科裡面 必備的一本白科傳書 但是 記得 就是他們第一年 入學就買了這本書 但是 第三年才會用的 可以說 有些先洗未來前的感覺 這一本的 這本書 其實 真正有用途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看看 第三集 《阿芝加班的囚图》裡面 就會用到 這本 《怪獸與它們的產地》 講這部電影 當然就是 為什麼 這本《怪獸與它們的產地》 這本白科傳書 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這部電影 這部外傳的電影 跟哈利波特的故事的時間 相差了差不多70年 哈利波特的故事 本身發生在大概80年代至90年代左右 70年前的話 其實是說 20年代的故事 今次這個故事也不再發生在英國 其實是說在20年代的紐約 就是《怪獸與它們的產地》這本書的作者 說在20年代的時候 Newt Scamander來到美國紐約 想尋找和研究一些魔法動物 Newt Scamander 隨身帶著一個皮箱 這個皮箱裡面 收藏著一些 奇珍二獸 當然奇珍二獸 放在皮箱裡面 就不單止是 不是為了 為了存在奇珍二獸賣出去賺錢 而是希望可以給一個好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 無私的世界 一個這麼小的皮箱 走進去的話 其實還是一個很廣闊 很大的空間 所以其實 它的皮箱也可以說是一個 保護奇珍二獸的一個屏障 亦都可以說 你如果當觀眾的身份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動物原理 但是當然 這些奇珍二獸 皮箱是有點不太穩 所以 Scamander 也在皮箱裡面 設計了一個麻瓜模式 當他打開了這個麻瓜模式之後 當一些普通人打開皮箱的時候 也只會看到一些普通的日用品 在皮箱裡面 而不是看到一些奇怪的怪獸 在裡面會跳出來 要不然就嚇死所有 有不懂魔法的人 但是這個故事裡面 當然還沒有佛地魔出現 但是奸葛也是會出現的 我講的是 黑巫師 Grindleward 密謀 以黑魔法 去挑起 魔法和麻瓜世界的戰爭 而且 陰差陽座底下 Scamander 主角 因為很多誤會的關係 也是被美國魔法國會 矛頭直指向 所有的事端 也是由Scamander引起的 所以Scamander 為了查清楚真相 為了洗脫這個嫌疑 決定和前政器師 Tina 和妹妹 Queenie 還有一個 一個麻瓜 Jacob 去調查 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當然 還有一個黑暗的勢力 都在醞釀中 值得說一說 英國的巫師 叫不懂魔法的人 做麻瓜 但是 美國人 即是美國的巫師 稱呼一些不懂魔法的人 不是叫麻瓜 就是叫No Match 如果沒有記錯中文字幕的話 那時候是寫了做 莫魔 即是不懂魔法的人 這次的這部戲 就是 J.K.Rowling 本身就 沒有真的寫到 這本 怪獸與他門的 產地的小說出來 所以 J.K.Rowling 也是 可以說 升了一級 再做這個編劇 去 完全寫一個 可以說 有一些原創性的 一個新故事 其實 說原創 不是真的很原創 因為都 基於哈利波特的背景 寫一個外傳故事 所以 J.K.Rowling 也是上司 去帶大家 回到哈利波特的 魔法世界裡 所以 其實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一開始 都會聽到 很熟悉的 哈利波特的 原創音樂的旋律 還有 還有 戲中的人物 周波時 也會提及 霍格華茲 和鄧北利多 那時候鄧北利多 還未是校長 還是 霍格華茲的教授之一 其實 也可以說 這一部戲 已經是 有看過哈利波特 也有追看過哈利波特的 戲謎 一些觀眾 去勾起他們的情懷 嘗試去 用一個情懷先 但是當然 只是有情懷 也當然是不夠的 看上去 這一部戲 J.K.Rowling 寫小說 我想大家都應該 都幾受樂 是這個哈利波特 但是他做編劇 看來 就差一點點 都是 在這個 情節的鋪排 和節奏上高 都好像 不夠 哈利波特的 那種緊湊 還有 在細節 和懸念的鋪排 上高 都是 有待完整的 其實 不知道大家 華納電影公司 本身 都已經 宣佈了 怪獸與他門的產地 將會 拍五部 拍成一部 五部曲的 系列電影 所以 其實 不知道缺乏了一些 細緻 是不是 為了 去為 之後的集數 去鋪路 但是 其實 如果作為一部 就算是一個系列電影 還有一個獨立故事 其實 應該有很多細節的地方 應該是 有多少交大 但是 GK Roling 也有少少 發落了這一點 還有 其實哈利波特 引人入聖的 不單是一個魔法的世界 其實還有一個 巫師之間的 一些 人 和人之間 一些人際的網絡的關係 但是 今次這一部 怪獸與他門的產地 在人物的 塑造 和關係上 就 連繫性 真的 不是很強 說真的 有點欠逢 還有 人物的描寫 是有少少 平面的 所以 都無法 留下一個 似乎 深刻印象 的話 就真的沒有什麼 還有 大家都熟口熟面 一些魔法 有些人都會覺得 看得多 都好像有點厭 但也有些人會覺得 勾起 看哈利波特的時候 的一些 少年的回憶 這個也都 無一口非 這個 看法如何 當然也要留給觀眾 自己去 看 所以這一部 如果是講在技術上 一些硬件 技術上高的 其實都 依然是很成熟的 但 如果情節上高 如果大家 不算太過 斟酌的話 上水貨 看一看 重新 走回去 魔法世界 也都不妨 可以入場 看一看 所以 今晚 講到這個 《怪獸與貪門的產地》 暫時 只可以講到這裡 畢竟 只出了第一部 電影 接下來 還有四部 《扯汗》 J.K.Rowling 還有 導演 David Yace David Yace 已經是哈利波特第五集 《鳳凰會的物令》的時候 已經開始 直到到現在 接下來四集 《怪獸與貪門的產地》 也將會是David Yace 執掌 看看 接下來四部 似一個觀望的態度 但是我 個人 觀望 到了後期的集數 也都估計 會 嘗試去跟哈利波特 正傳的故事 都是接鬼 例如有 佛地摩 又或者 Lily And James Potter 這些角色 我想應該都會 會出現 去完整 哈利波特這一部 《怪獸與貪門的產地》 所以今晚的節目 介紹到這裡 大家有興趣 也會入場 看看這一部 《怪獸與貪門的產地》 我們今晚的節目時間 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因為接下來 星期五 將會 香港將會 一連一度 Cock and Flap 的音樂節 其實我們樂器迷 三年前 亦都有一個 節目的主題 就是 《搖滾落雨路》 不知道大家 追開了有沒有印象 如果沒有印象 都不要緊 我們都會有 分享連結出來 給大家聽回 我們三年前的節目 《搖滾落雨路》的第一集 我們又 就趁著這個 Cock and Flap 的機會 試一下 三年之後 再推出這個 《搖滾落雨路》的第二集 我們今次的《搖滾落雨路》 將會有四部電影 包括 這個《初戀無限》 今年的新戲 還有這個 剛剛最近也有新戲上演的 李安導演 2009年的作品 就是《胡士托風波》 還有 差不多同一年的時間 也有一部 叫做 《海盜電台》 《 Pirate Radio》 當然 還有一部 就是 80年代 Bob Reiner 的一部 不知道算不算是 偽紀錄片的始祖 但是 的確是偽紀錄片 這部 也是一部 相當之正的一部喜劇 這部就是 《 This is Spinal Tap》 香港的營名叫 《四大癲王》 如果大家對於 這個搖滾音樂 有興趣 也對搖滾音樂的電影 有興趣的話 也不可以錯過下一集 好了 我們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了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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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